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制定的采购的规则 刑切者一律处死 宋美龄一手让中华民国的空军脱胎换骨 1937年8月14号是验收成绩的时候 越军轰炸上海自己找上门来 他们还以为上海的天空依旧不设防 结果被打下了六甲 中日交手中华民国的空军 缔造了六比零的空前大胜 他就是中华民国空军的战神高志航 我们来看资认记者傅家庆 林景坦的报道 中华民国的空军 中日空战的第一场大胜 是1937年8月14号 高志航率领的四大队成员 在杭州剪桥上空 打下了六架日南战机 6比零的空前大胜 振奋人心 因为被打下了那六架日本战机 是性能优越的九六式单翼机 而打下他们的 却是被欧美淘汰的 双翼霍克三型战机 我们等于是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机 跟日本人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那时候欧战情况研究 你要把最好的飞机留给自己和家用 正正刚开始抗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融融种种的各种牌子的 各种买来的飞机 三百架 日军剩两千架 中日空战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日本有明治维新之后 坚强的工业基础 而中国还没真正走出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格局 如果你是说北洋政府时代 凤隙是个最大军阀 然后东北最大 那凤隙的在这方面的 所谓的空军 反而是比较 我讲的建树比较有成果的一个派系 但是他们都不听中央的 所以使得中央在要一致对日的时候 发觉没有空军 中央那时候只有浅浅之处的 箭桥那边 由江浙体团弄的一个箭桥航空学校 甚至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飞机也参加了中原大战 他很清楚这个是飞机 空军必须要赶快成立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一个军事的一种建设 尤其是你要抗战 没有空军那么大 中原大战能够二十年到二十年 就比我们二十六年 是一九三星年的空军战 中间只有短短的六年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蒋壮明发表了中国的统一与空军 就强调空军的重要 没有空军什么都被人谈 建立空军迫在眉睫 1928年 国府在南京陆军官校成立航空班 1932年 航空班在杭州简桥 扩编成中央航空学校 更将航空署拉高位阶 改为直属行政院的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出任委员长 让购买军机牵扯庞大的利益 最忌讳的就是手脚不干净 蒋介石 他需要一个真正性的过程 我可以告诉在座的诸位 我两次奉委员长之命前往美国 一次是耗费巨资 购买航空器材 以撞过空军 这个人要有很多的条件 首先军机得跟外国人买 语言能力和对外关系 是基本的条件 一次是以中国总播音员的身份 到美国各城市巡回演讲 揭露日本的野心和暴行 他是讲播音员的呼人 第二个 他的对外关系 这个人就在自己的身边 1936年 蒋夫人宋美龄出任 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 主导空军 成为蒋介石建立空军的 最佳得力助手 秘书长好 秘书长好 每次的开会都是 宋美龄这个秘书长先训话 训完话他就离场 离场之后 这个主任才跟下面的这些人 才开会 就说他是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 那有一回就说 蒋维员长跟夫人 到空军官校去 买进了一批新飞机 就让他们飞 看看说我们的飞行员 摔了一半 就摔了一半飞机 就说奇怪的教育有问题 所以就命令了蒋夫人 来做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 成功奇迹 全在瞬息之间 因为这次来西安 的唯一目的 是营救委员长 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同一年 1936年爆发了西安事变 南京的河英卿 主张派出空军轰炸西安 今天我是不请自来 今天我是不请自来 夫人 不要添乱了 我们这里正在召开中常委的特别会议 你可以旁听 插嘴就不必了 事关我的丈夫 你们就不要想封我的嘴了 借功不光是你的丈夫 还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长 我们是讨论国事 不是你的家事 西安事变期间 蒋介石的幕僚曾经密谋策划 把他炸得粉碎 这让蒋介石深刻的体验 空军的军权 得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 我虽然是一名女性 但今天在此发言 绝非仅仅为了营救我的丈夫 如果委员长一死 真的能够造福国家 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 但处理西安叛乱 如立即踏防 直接轰炸 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 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 立即陷入冰险之灾 他这个秘书长 只是蒋介石派在空军的一个 监督的一个角色 秘书长 我们还是会撤吧 说好了我去前线为问伤员 这里还算不上什么前线吗 可再往前就更危险了 下官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几十万将士为我捐去 我独合不可 宋美玲显然非常适合 但一个女人 要如何在男人的世界里 让一个充满机械 充满战术理论的军队 从丢掉十部车 迈开第一步的 一个女孩子怎么 女性人度怎么会去 帮国家去发展空军 这个简单是说 蒋公给他这一个 我们讲这个任命 应该也知道 他能够得到他的一种信赖 宋美玲她花尽了心思 用自己的英文专程 用自己的英文专程 买手专研国外的航空理论 还研究各种机型和零件的优劣 不让自己被航空的专业 给蒙在鼓里 宋美玲更亲自监守超过 两千万美金的选择计划 并且严格地执行纪律 行窃者一律处死 要让身边的这群男人看见 他这只白兔来到的丛林 不是误闯进来的 而是要带领整个国家闯出去 抗战初期 宋美玲精心策备的空军 没让他失光 从814开始 缔造了中日空战的多场胜利 今天我是代表委员长 特地来看望你们的 你们今天空战的表现 领袖的评价只用了四个字 不可思议 他一年说了三个不可思议 之后他眼含泪水 鱼无伦次地说 说中华不该亡 国阁不能丢 但好景不长 像是高知航在内的 多位空军的精英 在1937年 抗战刚爆发的头一年 就牺牲了 日本挟着强大的鸡群 长驱止路 日本人怎么藐视我们 他们的空炸机来的时候 居然都不派驱逐机来护航 看别你 我们内部有人说 终日一旦开战 我们的空军一处击溃 看着自己刚催生的空军 就要悔在旦夕 宋美龄明白 重振空军 不能光靠自己 1942年的时候 他就去到美国巡航访问 巡航访问的时候 不止有罗斯福总统 接待在国会演讲 把整个中国的士气声望 提高到最高 我在美国国会 是这样跟美国人说的 你作为全世界第一等猎枪 做看日本这样的残杀和迫害 机无一言 能算是人道 1937年到1938年的一年 啪它变成零 就变零 所以蒋夫人的伟大在于 当你在零到一的时候 那怎么起步 空军能够从零 再变成一的关键 还是宋美龄 宋美龄在1937年 醒来了从美国陆军航空队 退役的陈纳德 到中国担任顾问 而第一要务 就是壮大中国空军 贡献在我们没有的时候 他们在这边帮我们撑着 撑住我们的空军 打日本人 空运 因为我们的空军不够 陈纳德招募的 100位外籍飞行员 在抗战的中后期 扭转了中日空战的态势 1940年12月 连续轰炸中国超过一年 从没遇到过反抗的日军 在空袭昆明时 头一次看见了 有一群鸡头上 有双恶狠狠的牙齿的战机 他在昆明打下日本空炸机 打下昆明空炸机后 所以昆明的报纸 在头版上就登出来 美国志愿队 那个叫做飞行 叫做飞行 就称他们叫做飞行中的老虎 他们就是名声响亮的飞虎队 飞虎队在抗战时击退日军 抗战胜利之后 更协助战局的恢复 1949年撤退到台湾 当时台湾还没有 华航这些民航的公司 承纳得再受宋美龄的邀请 运用美军 遗留在中国的航空资源 补强台湾军用 民用航空的不足 宋美龄实际担任 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 只有1936年开始的三年 但那三年 正是中国空军 雪走路的关键时刻 之后宋美龄 持续整建空军 到台湾之后 他也协助军用和 民用航空的发展 因为他对空军的贡献 他把蒋夫人归类到 空军里头 他衣服上永远 这边会别一个空军徽 他与空军为荣 我案头上摆放的 都是有关航空的知识 还有我胸前佩戴着这枚 金色 银色组成的 中国空军军徽 这些都足以表达我的心声 五十年的二月 在岗山 蒋公跟夫人一起去出席的 这个叫做空军官校的 第四十二期毕业生典礼 呈献给蒋夫人一名 荣誉的飞鹰兄章 又是飞鹰 那飞鹰兄章是只有飞行人 才能够佩戴的 我看过蒋公日记 这一天的二月一号日记 特别有写 这是表彰蒋夫人 在航空委员会担任秘书长的贡献 中国空军至高无上 我爱中国空军 我爱你们 为什么在中华民国空军里面 大家把他当成所谓的空军之母 空军你知道信任很多了 这些家属的照顾 蒋公日记得很大力 所以这些家属 其实都会把他当成母亲的一样 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就认识一些年岁比我长的 他们叫蒋夫人就叫妈妈 他们就是一族学校毕业 蒋夫人一直照顾他们 在空军内部 人员都尊称宋美玲是空军之母 叫这一身妈妈的意义 不只是他孕育的空军 更是他每每在中国空军仪圈 接到二号那一刻 他亲自接住 差点摔碎在地上的那一瓶 1937年8月14号这天 高智航率领队员冲上了青天 他们打下了六架的日本战斗机 吓死了日本人 也掀开了中日首次空战的大声蓄名 这位中华民国空军的战神 出生在东北的通话 他从小眼睁睁看着日本人青门踏户 17岁中学毕业典礼上 他跟一个同学聊到了东北 迟早遭到日本人吃掉 同学说日本人太强了 没有办法 高智航激动地回他 我们人口比日本多 怎么不能够比日本人强呢 中学毕业之后 高智航他就加入了张学良的旗下 东北军的飞鹰队 在东北军时期呢 他自己改装飞机 希望能够创造更高的性能 最后迫降 他的腿部受到了重伤 走起路来呢 从此有点薄薄的 还差一点被赶出的军队 身高只有167公分的高智航 他如何完成他从军报骨的梦想呢 我们继续来看 资源记者傅嘉庆 林警谈的报道 鬼子打进来老师来请战的 你得到鬼子来接手吗 军人以服务 灭了未天之 找我这行 你威逼整官山洞抵抗 我要按战事条例 把你究竟成绝 大队长我求你 下令起飞 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军人却奉命不能够杀敌 1931年 日军侵略东北 爆发了918事例 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 却反倒下了一道 不抵抗的命令 你是我们东北军的最高统帅 你却扔出了一句 一句不抵抗 你知道吗 就这一句不抵抗 你废了东北 你们百万教室的武功 王国的痛苦 东北人的感受 远比中原人民更深 因为日本清华的第一步 就从东北 高哲航传记当中提到 他从小看了太多百姓 当街被日本人打死 我父亲念那个学校是天主教办的中法中学 那个神父就灌输他们西方的教育 而且他那时候就在沈阳 他在沈阳念书嘛 就看不惯着日本人 他就一直从军 国仇家恨早就升职心中 中学毕业之后 高智航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飞音队 当时张学良拥有三百架的飞机 堪称军阀之罪 他跟广宋飞学员到法国去学飞行 高智航就是第二批的留学生 他本来没有被选上的 体格不够 一百六十七不够 后来是还靠人家的介绍 甚至他自己的争取 后来张学良还是让他去了 本来不在名单上的高智航 为了实现 孙中生航空救过了理想 硬是让自己脱颖而出 报告长官 高智航在法国学飞行的时候 除了吃饭 睡觉 拉水 其他事件都在天上 然后曾经说我是高智航 因为我有自航空救活 所以表示他的决心 所以感动了张学良 这是一个说法 明隔十一年 您提出事宜之常 派人去法国留学 我有信了 我还迭选盟事 把名字改成了叫高智航 改名只是一小步 高智航真正在张学良心中 尽力声望 是他对飞上青天 死也甘愿的执着 高智航 你不能开走他 有危险的 等我来 他现在飞过来 停下 让你告诉军马处去 停下 就在我来 自己去创造 就在他们所谓的仓库里面 有一些废机 他自己把它找出来 自己把它做改装 改装之后 有那种骑俗的功能 那改装往鞋去试飞 他自己去试飞 改装的嘛 又是飞机改装的嘛 所以没有那么坚固 所以飞上去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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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都掉下来 就说到 我16岁为了飞行感的名字 如果我告知航 对国家是百物理由 那我就是个废人 没有尊严 追究 救 我什么都没了 还是靠他的俄国太太 格力尔 去帮物色的一些 骗行名医 后来找了一个俄国医生 真的帮他 这个做了手术 然后手术康物之后 变成长短脚 长短脚 脚虽然都短短一公分 但是就是茄子 最长的距离 是脚尖距离油门一公分 却怎么踩都踩不到 那是高知航人生最黑暗的地潮 我想飞个人 我想飞 想飞上天 想飞上天去杀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失守 高知航成了难民 他南下杭州捡桥 进入了当时由中央军 也就是国民政府旗下 航空委员会所设立的 中央航空学校 担任飞行教官 是日本人的飞机 你确定吗 确定 九六十 别狗子 你又骂谁呢 骂我自己 身为空军 眼看着别人的飞机 在头上打晃 我应该找个事 把自己吊死 高知航是有特别讲的 他后来愿意 整个奉献给中国的空军 因为得到委员长的 知遇之恩 那这个应该是 在航空委员会 你知道他在 二十四年八月 也到公命到 意大利去做考察 我请示过了委员长 想在近期 派一个空军出访团 利用考察的名义 踩过一批飞机 高知航 你来当这个领队怎么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 要飞机不够 我们要买飞机嘛 就派他去 派他去 那那个 当时正好 有国际航空 那我不仅为一方面 在试验他们的飞机好坏 就开了飞机上去 就做了很多特技的一件 这是当年高知航 奉命到欧洲 才买飞机时 所使用的故障 在意大利的考察中 高知航甚至 曾经在当时 意大利总理 莫索里尼的面前 表演飞行特技 为何争购 莫索里尼也接见他们 那时候买飞机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他们要 意大利也推销 推销他们的飞机 三周前 有两架MML8 在西班牙境内坠毁了 这说明 MML8的技术还不成熟 当时意大利也贿赂他 本来莫索里尼 很欣赏他 要留他到意大利 我父亲说 我自己身为 中国空心 怎么能够到国外 他就没有答应 后来又会了 他向他买飞机 他也没有答应 把MML8的合同签了 南京我一个电话 十万美金 打的你账号 你不是不知道 这笔钱是从哪来的 全国上下一国一线 这笔钱是老百姓 勒着裤腰带 后来我父亲 没有选意大利 他觉得美国的 霍克3比较好一点 回国后的高智行 就是用自己选择的 这一款双翼的霍克 三型飞机训练部署 他把在国外的这段时间 学到的航空知识 请囊相守 他带出来人的 程度都非常高 因为他什么 他要求严格的训练 他都作风 有点跟陈纳德一样 你不试着你不要飞 我父亲平常训练 他们就很严格 他训练飞行员说 他要求一个动作 他都自己先把它做好 他说我可以做 你们也可以做 我带你上去 咱们玩真的 如果你咬住我的尾巴 尽管开枪 否则我也不客气 是 所以他有时候训练的时候 有飞机甚至摔飞机 摔飞机还必须要训练 为什么必须作战 必须要求这个 高知识对训练极为严格 巴不得人人都会飞 人人都飞上天去救国 我有个同学 他的爸爸是航校二期的 他就说 他当年跟高知识飞 要求得非常严 要飞编队 是一根绳子 把翅膀跟翅膀 把它连起来 就说你飞行的时候 你的距离 你的间隔 你就不可以 大过这个绳子的场地 断了 你就是距离远了 我就要求你是这样的一个 间隔距离 你要跟着我编队 要做这种动作 我父亲就说 假如我现在不训练你们严格一点 将你们到天上 你们就会被敌人打开来 可是我父亲 虽然训练很严格 可是他心地很仁慈 他们胜亡以后的腹血 他都给他们安排得很好 人家陆军呢 可以进攻 可以防守 咱们呢 咱们只能进攻 进攻进攻 再进攻 进攻讲究的是啥呀 是快 你们不是不知道 对于我们而言 胜不有的时候 就在一秒之间 此时的高知识 想着家人还在东北 受到日本人的欺凌 驻杂在内心的战绩 早已飞回了遥远的宋华江 史上中日空战的守不去 就在高知识坑坚强的意志里 预先开了第一枪 我们翻开了中华民国空军史 第一篇一定提到这一天 1937年的8月14号 这天之前呢 8月13号 日本人进攻上海 发动了嵩护会战 隔天8月14号 日本人从台湾 派出了至少18架的战机 进攻杭州的 简桥中央航空学校 因为中央航校呢 是当时国民政府 最重要的空军据点 日本人想要一举 摧毁中华民国的空军战力 日本人没有料到 中国空军已飞无下阿蒙了 8月14号这一天 高知航率领着四大队成员 才刚刚起飞到了简桥 飞机才刚刚落地加油 警报声就响起了 他们立刻升空拦截 在辽机的掩护之下 高知航开了中日空战的第一枪 打下了第一架的日本战机 之后 李贵丹 刘哲生 王文化等人趁胜追击 推估至少打下了六架 这是中日史上第一次的空中交战 就缔造了6比0的大神记录 消息传遍了全国 振奋人心 我们继续来看资论记者 福嘉庆林警谈的报道 1937年8月13号 松户会战爆发 日军铺天盖地的进攻上海 投下了一颗颗惊醒睡一时的震撼弹 打着上海去是一个大事情 问他怎么办 蒋夫人当然 很赶上海 但很感慨 他说没怎么办 就打了 8月14号中 日军从台北松原机场派出了 18架的九陆式战机 目标杭州减强中央航向 一抗战 日本人第一个目标就是建筹 就是建筹 所以那时候正好 就有四大队 一防到建筹 你是说最多只能挺过三天 是的 混蛋 不够我可以说一句话 四大队可以集体阵亡 但不会有一个服务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要把你这句话 作为中国空军的誓言 高之航的第四大队 奉命保卫锦桥 但当时上海外海 有一个台风 打乱了中日双方的计划 814那时候 我父亲的大队在南昌 不是在锦桥 因为那时候 813以后 就是他们得到情报 日本要来轰炸 就要把我父亲的大队调过来 那我父亲是先过来 后来我父亲接的命令 说赶快叫我父亲的队 叫他们把飞机飞一飞到南京来 就是天气再恶劣 我也一定要准时赶到 高之航自己在前一天 8月13号 已经先冒雨大击 回到南京开会 其他队员则在墙内 不稳定的气流当中硬飞 陆续地赶往简桥 飞机才刚刚落地 警报声就响起 落地还没有加油 因为经过长的飞机都要加油 油量不多了 可是那时候日本飞机已经空了 我父亲说来不及 我父亲就通通再上飞机再走 李贵丹和毛赢出 落地加油挂弹之后 立刻升空拦截 高之航则是开着 霍克三型的座机加入了战区 令人振奋的这一刻 就在814的下午 高之航在谭文的掩护之下 他开了终日空战的第一枪 第一枪遭到极落日击 坠毁在前塘江边 李贵丹 柳哲生 王文华等人 趁胜追起 四大队英雄进出 要打就打个全雷打 人家看到的时候 高大队长就升线的时候 打美国化 也就去 就大家都拼命打 把这美国打下来六架 当晚日本广播传来 18架战机当中 13架失踪 杭州居民就能够找到的残骸 推估至少打下了 六架日本战机 中日首都的空中交火 就缔造了6比0的压倒性胜利 一扫日军清华以来 挨着打的门气 当年我们以数量上不及日本 武器装备上不及日本 靠的是什么 决心 由于开始有这一个战役的胜利 那引起了全国同胞 对于航空的热忱 所以很多年轻人去考空兵 814这天成了空军节 但这天空军也损失了一位飞官 刘树凡在掩护辽机时迫降 伤重不治 隔天815日军再度来犯南京 确实再度遭到了迎头通缉 这天乐意勤 他一个人就打下了四架日本战机 他的战功让他成为中华民国空军水上 第一位王牌飞行 815南京空战 中国空军至少击落13架的日击 空军则有五架被击伤迫降 其中包含了高志豪 受伤的高志豪在庐山养上心系着部下 不料广播声里真的传来了部下为国捐取的消息 严海文在8月17号遭到击落 他掉进了日军的占领区 他用配箱里头仅存的五颗子弹 打死了四个日本军人 用最后一颗成全字 中国空军人 没有封 他人是勇敢的男子 本当の教材 尊敬的男子 严海文殉国后了两天8月19号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沈重慧 也壮烈牺牲 今天 是我最后一次 和兄弟们一起集合 也是我最后一眼 看看我们四大队 空军的军事记载 8月19号 27岁沈重慧和陈锡纯共同驾击 冲向了日劫 最后刘春刚在同年的10月 高知航11月 乐以勤在12月 李贵丹则在隔年1938年的2月 陆续的阵亡 一路在颠簸建立的空军 才刚刚正确 就在抗战的第一年 又被折断了翅膀 知道记者们是怎么形容的吗 说 松户战场 是绞肉机 是人肉磨法 是大熔炉 扔进去一个整营 有时不到10分钟就没了 很可惜就是在抗战第一年 他就死亡了 就是到1938 就明过27年 抗战了6年 基本上我们的空军 已经变成海军陆战队 或者陆上的空军 空军陆战队 但就算翅膀断了 还是要飞 高知航刘翠刚 乐以勤 李贵丹 被称作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 从日军踏进东北的那一刻开始 有多少的烈士 他们用肉身荡金刚 粉碎的日本人 狂言的三月玩滑 所以你看后来上海保卫战 我们知道 足足打了三个月 发动了70万的国军军队部队 去打了三个月 当然有他的战略目的 就是希望引起国际视听的重视 而且来证明 中国并不是 他们所想象的 不堪一己的一个弱国 明明小得上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但在每个中国空军的军官心中 都有一个信念 如果自己不冲上天 国家就得向下沉 而当自己不贪身怕死的向下坠 粉身碎骨化成灵魂 会带着国家一块地向上飞 814空战之后 中日多次的空中交火 原本就只有300架杂牌飞机的中国空军损失惨重 一手筹建空军的宋美龄 眼看着空军就要闹饥荒了 势必得向外来求援 当时国府和苏联接触 准备购买一批苏联战机 高智航奉命要前往兰州的机场 来接收这一批飞机 不过日本人早就拦截到这一则情报了 在高智航还没有飞到兰州的时候 他们就先轰炸了周家口的机场 1937年11月21号 历史就停格在这张照片上面 这张照片上面你可以看到 有三架的日本战机才刚刚飞过 后头还仅只有三架 而在跑道上面的这架飞机 在旁边明显看到几个躺着人 高智航的坐机就是这样子 还来不及发动就遭到日本轰炸 最后和协助发动的机工长等人 一块地壮烈牺牲 815空战受伤 10月顾不得伤势还没有痊愈 高智航他就急着要回南京了 历史长 如果你能够解决飞机的问题 我可以向日本人证明 中国空军依然存在 就想听你这句话 为了解决饥荒 高智航奉命到兰州 接受了一批从苏联买来的飞机 加入抗战 但日本人早就拦截到了这个情报 誓言要掐断中国空军的最后一口气 高智航人还没有飞到甘肃兰州机场 就先在河南周家口机场 遭到日军的轰炸 日本人应该知道 他们已经在兰州了 所以特别去要对他实行的轰炸 因为等于是报酬一样 我父亲的飞机发动不着 其他飞机都发动都不起飞了 就我父亲飞 发动第三次的时候还发动不着 那我父亲跟警官讲说 你再发动一次 那警官一下我就把我说 报告大长敌人已经淋过头弹了 那我父亲说 加上敌人再发动一次 就在发动的时候 这段战争上市 因为太爱国家了 1937年11月21号 高正航这三个字在历史停革了 牺牲的那一秒 他的双手还紧紧地握住方向感 他就是无私 就是爱国 像那个情况之下 他我才两岁 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妹妹还 我妹妹还没生 他都愤不顾身了 都没有想到家 没有想到 我相信高志航 他跟我说 他们马上就要开上去了 那是要死人的呀 我可不像我的女儿 当寡妇 明明知道 日本飞机已经凌空了 我还是要驾机起飞 这个事情应该说是 在我们的说是 经过就是说媒体 或者报纸宣言 等于说是 把它当作军神 中国空军的军神 军魂 在1949年后 移防到了嘉义基地 嘉义基地里的制航大楼 制航路 每天对着门前的 这支展翅的飞鷹 正好我昨天回嘉义去看了一下 那我就特别提出这件 给你提出这个事 我们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想建立一个高志航纪念馆 这是他高志航先生的战机 霍克三行的这一个飞机 霍克三行的飞机里面 它有它代表的历史意义 比如说它有 它当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 那孩子可以 透过世界观的观点 会发现说 原来国家跟国家之间 曾经有什么样子的冲突 对 那孩子会重新了解说 为什么它现在生长 在这么安逸的环境 其实是很多仙人跟血泪 被他们打造下来的 我父亲他们 他们的牺牲 他们不是为止 他们是为了 未来 后来更好的生活 他们才保卫着国家 才牺牲着自己 去年的11月21号的时候 我们非常盛大的来举办接彩 这个塑像接彩 而且每一个小朋友 折了一架纸飞机 总共1200架纸飞机 然后在我们接彩的同时 他们从这个四周 就是围观 然后这样飞出来 然后唱笑歌 那个时候很感动 高志航的儿子跟他名人 尤其他的儿子 就是一直掉眼泪 一直落泪 被他丢下来的 我就是非常感动 基本上就是 这都没有 小学生的时候 就是很感动 很感动说 这个精神 还这些学生都还知道 对 可能有白死 没有白牺牲 翻开空军的史册 第一页就是814 在那天之前 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空军 而在那天之后 世界才看见 遥远的东方 有好几条飞龙 他们的名字 都叫高志航 高志航生贤曾经说 死了一个高志航 还会有无数个高志航 他曾经对部下叮咛 我走了之后 给我好好守住 你们头顶上的这片天 这是中华民国空军战胜的故事 感谢您收看 今天台湾起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漂亮